三十年来最严重的暴风雨 重创冰城之际 升旗山也无法幸免 除了断水断电 山路有大约三十处 发生泥石流倾泻和树倒而受阻 缆车更是无法通行 结果百多名游客和居民 坐困山上长达三天 当中包括不少乐林人士和儿童 今早八点 萧整局和爬山队等共六十人 通过直升机和徒步登山 展开营救工作 期间天不作美 下起了雨 增加了救援的难度 警方发言人指出 山上的停机坪 因为泥石流倾泻而遭到破坏 不过当局或准在移动别墅前的空地停机 已载送受困者 三十一名受困者通过直升机获救 当中包括九个月大的婴儿 同时有另外十二人徒步下山 山上还有十名行动不便的乐林人士 继续滞留在山顶的酒店 等待四轮驱动车载送 因为你住上面你就了解 然后下这样大雨一定会土崩 一定会发生这个事情 只要手机不会没有电 然后那个水源足够就不会死人 升旗山机构总经理石礼星指出 在断水断电的期间 该机构有派人上山发放食水 给居民酒店住客和执行清理任务的工友 该机构也估计 缆车和轨道的修复工作 需要三到四个星期才能完成 NTV7 槟城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见